我这个新冬菌就是烟水冬菌 好吃的很 最爱连接烟火 成都美食问我 他们都喊我刘大姐 我们这家三九项饭店 成为的是茂斯馆子 这家被于新都湖冰路的 三角项饭店 熟客带路 你才不会怀疑人生 因为你真的很容易走进厕所 我们帅气的摄像就走入户区 我们住在馆子 住了二十多年了 九七年就开始了 还是不拥挤 因为我们这太偏僻了 在人家改后面住 他们开好就 起码有二十三十年了 这都是加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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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了 好多年钱都在这吃了 我来了吃不吃了 相当于试探 一个腰花咬个汤嘛 我们萝卜汤好感应嘛 每天都煮得好八十嘛 接着来打吃 你不要看这么大锅 今天下巴咬完 因为当时是我老公在这儿穿的夜 我老公走之后就我们妹在这儿 两个女厨师 从我们踏入这家店 小编就惊奇地发现 这里是女子说了算 厨房里的掌勺权 大厅里的迎来送往权 还有就是店里的经济权 唯一的男士就是她 刘大姐的女婿 但她也只能在店里打打杂 十多岁比你就在这儿了 这关子特别辛苦 这个关子真的都是靠他们 靠娘娘些 靠我妈 真的是他们特别给力 为了生活 又为了 又为了用机会做这个 然后就这儿去住 我们女人想住呢就住 不想住 这个因为房子是我家的 我也不错住小缅 因为这儿扁扁扑扑 这些人来住 他也住不去这儿小缅 这儿这么大的是 他叫人 我们女也想不要 人说两本 别穿个腰花 穿个鸡子啊 茅思幻念的位置 藏在身像 城都人对这个店名 瞎想也多 但店里却很干净 卖的也就是 普通的家常菜 有几道是老客们常点的 一个是烟熏猪公嘴 一个就是这个 颜值颇高的炒腰花 我们这儿最辣实的 就是热味鸡 姜汁肉 腰花 蒸肥肠 蒸肉肉 味道好 炒的菜 你看吧 有漫像 还猪头肉 还萝卜汤也还可以 很地道 马肉 香肠 热天就不得 三百年下百年就有 从国际节就有了 热天不得 只有猪公嘴 因为那个 牛不好猪 猪的时候 它臭 吃了那客人吃得不好 小米 我们这个就真材实料 猪的豆瓣 看明白 这个咱这个 还是豆瓣 这个倒完了 自己做 真是我自己做 刘大姐这么多年来 一直坚持着 这样的良心经营 所以 哪怕是地主偏僻 哪怕是家乡小菜 二十多年来 她家的生意 一直都不错 当我们问起她味道好的秘诀时 她诚恳地说道 不得啥东西 不得啥子 不得啥子 那些意义 来 发生的看 不是 不是 是 没有 是 感谢观看